这项消防安全协议由台北市警察局副局长高松少和美国做台北海军供应处处长伍德代表春日 这项消防协议的内容是由台北市警察局消防大队提供一个封队的人力给美国海军供应处消防站 提供美国在台北附近经济设施的消防安全 这个消防站并且支援台北其他地区的救灾工作 高速局长并且由伍德副长陪同参观了消防站的共享设施